小孩子跟瘦子一起代言 但瘦子因為工作無法合體 只好被這樣玩啦 好 歡迎瘦子 走人心力牌 欸 是不是很想罵髒話 小孩子很貼心 還是要做一些人面相轉這樣 啊 怎麼 就是瘦子的那個 感覺有點一樣 好 感受她的心跳 久一點 跟瘦子合拍廣告啊 你覺得她身材怎麼樣 完美 因為她臉就是非常崩 所以我就壓力很大 所以我前一天就真的很乖 其實最後一段是不吃的 然後也是低久不沾 然後我想說不能輸給瘦子 因為就是不能太像 好像 姐姐 像姐姐OK 但不要像阿姨 所以我就是前天做了很多準備 繼上次帶了女兒莉莉 出場後廣受好評 家中的徐漏三 感覺快按捺不住囉 會問我說媽媽 我怎麼樣 我就會說妳很棒了 然後我昨天工作完之後回到家 我不知道她突然 因為什麼事情 個性大轉變 她也就說 I'm so beautiful I'm super beautiful Crazy beautiful 我說 Are you okay 她說 See me look at my picture It's beautiful right 我說 Yeah 但是妳是有吃了什麼東西 還是什麼之類的嗎 就是她突然很High 不知道可能是真的有得到一些自信吧 因為她之前就是比較會 那個常常會沒自信的女生 就是因為上次帶二女兒出來 口碑實在太好了 就說她的美貌跟氣質 對 碾壓母親 所以我接下來 接下來我應該是會封鎖她的演藝記錄吧 我也會擔心說老三會不會吃我 就是姐姐廣受討論 然後就說她好美什麼的 我說寶貝 就是妳有看到姐姐的新聞嗎 她說 有啊 帶脫 她有化妝好不好 我不化妝就很漂亮 妳也知道我是女王 然後我想說 她應該是沒有受到傷害 她沒有要求說她也要 她沒有要求 她只會說 媽媽 那有人找我嗎 哈哈哈哈 那是一定有嗎 其實有人找她 其實我會訪過一兩次 但是就是她跟我們公司的人都很好 因為她常常就是 莫名之下打給我們公司的員工 然後就一直說 我現在要洗澡 但是我怕鬼 妳可不可以跟我聊天 然後她可能就會問說 欸 那為什麼都沒有人找我拍廣告 是跟媽媽一起工作 然後員工可能就會說熱水說 啊有啊 媽媽沒有跟妳講嗎 然後她就得知這個訊息 然後就跑過來說 媽媽 不是有一個什麼什麼要找我拍嗎 妳為什麼沒有跟我講 然後我想說 是誰 因為當時我是真的覺得她太小了 跟女兒的價碼會超過媽媽嗎 以後 應該還是要很長一段路 對 而且如果接下來一起工作 我是不會跟她們講 總共我們會拿到多少酬勞 我怕她們計較說 那妳知道分我多少 還是什麼的 不過學校三拭目以待 我覺得妳們到時候 如果有機會跟她面對面的訪談 妳們可以幫我評估一下 這個孩子到底是不是一個 是不是一個適合走演藝之路的孩子 會考慮完全當師嗎 自己就不出來 我不會想說當心嗎 而是我就是 對這個工作還有沒有熱忱 如果沒有熱忱的話 就好好過其他的生活 但是不會想說 把女兒當咬甜素 然後讓她不準 我們會見那些人 在放棄 我們會的 都很喜歡 在這邊 我們會帶來